很难想像,疫前疫后升了几个开 我一百多块钱都买过 是吗? 2021年你怎样看? 其实我觉得细细仍是很好的 现在你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泡沫 就是一个叫颠覆性泡沫 大家对于一些颠覆现状的公司 其实的追求是很热次的 这些东西是贵到七彩的 这个泡沫我想都未完的 现在你看这个泡沫是走得多远、多夸张 所以我觉得你怎么也好 你部分的钱要放进一些所谓的颠覆性公司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你不用放太多 因为其实你可以很夸张 例如Tesla那样 你很难想像,疫前疫后升了几个开 我一百多块钱都买过 是吗? 买过去买 不过有一个问题我想问王先生 就是你讲那个叫颠覆性 有时候也有些泡沫 ETF呢 其实ETF我都不懂的 我儿子教我 老爸你应该去买ETF 为什么呢? 因为王先生说 如果不懂得买股票 就买ETF ETF你可以买的类型 可以买一些高风险的类型 但是它的风险也相对低 中文叫做追踪性基金 可能追踪一些股票指数 也都可能追踪一些黄金价格 就是某类型的小类型的基金 就是地产基金也有 也都有一些technology 那这个会不会是 会不会是一个好方法呢? 其实会是 简单一点就这样做呢? 也都会制造了 其实你一个 ETF其实就是推动 刚才我们说的泡沫的一个工具 因为你现在 今年为什么说是颠覆性泡沫 就是其中一个就是 你刚才说的ETF协潮 因为一间公司叫ARK 然后他投资的颠覆性公司为主 然后就抽到爆了 那些人现在很迷信 就是ARK的选股 那大家又觉得 好像大家说 我不懂选股票就找他 那就变成了 令到他的持股全部都抽到口行 也都形成了一个 所谓自我完成效应 也都令到这个bubble 其实再快一些 那我们怎么处理呢? 如果是这样 你都会觉得有少少bubble在这儿? 是,你怎么也好 短时间偶然会有一个 十几%可能单日十几%的回吐 例如Texer见过 最近的太阳能板块也见过 香港的太阳能又是 因为美国的太阳能都是 因为你升得太快 可能单日升了十几二十% 然后第二天跌了十几二十% 那这些就会多了 ETF比过股呢 都是安全一点 安全一点 其实都未必太多 因为当你同一套路的东西太多 其实都是一样的 今年三月中那只石油ETF 就能死了 那这个就不关事 那这个是另一种特别的环境 特别的东西 我觉得你ETF 其实就会令到你选择股的时候 你其实是容易了 我觉得这个都会是一个 你应该要用的东西 但是就不要当它太安全 因为这个是一个误解来的 因为如果你真的 这个bubble有个漏气的情况的话 其实都一样会赔得很急的 那我觉得就是 你看下去 现在未完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 这个世界有很多人 那个资产配置是改 其实股票一向都是 不是很多人的主力来的 就是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有钱人 其实他们 会从其他渠道 譬如楼啊 或者是债那里 是转多一些 在股票那里 因为因为债其实除非你是赌 它真的负利率世界 如果不是债的upside 其实是很少 那楼也都其实是 就是靠股市的财富效应 顶上来的 那变了我觉得 他们会看 其实你如果用传统想法 用那个一般人工资去想法 其实他们都会觉得 我太多楼了 那变了他们就可能 那些有钱人太多楼 就会 如果以楼房为主的投资者 就会沽楼换股的 那楼就卖给那些炒股票上位的人 其实是 会这样的转手 我觉得会是 那变了 就是你在一个分构上来说 有一堆人是会 转到股票那里 这个分构我觉得还未完 那变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 你看下去 就是颠覆性的公司 其实其中一样东西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好像我第一集讲的 一定是一些稳阵的公司 那你就不要被人家颠覆的 就是被人家颠覆的 那些譬如银行被人家颠覆 写字楼被人家颠覆 商场被人家颠覆 这些被人家颠覆的 就不用看 这些是大红字 那些颠覆性的公司 牛市 那些稳阵不被人家颠覆的公司 都会是牛市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